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就打了 打的是不错 但是门家还是很轻松地扑到了球 苏立文 这个划传断球非常漂亮 对手犯规了 再万给了任一球 毛根 守门员没有让这球进入自家大门 王双 王双 什么 打得不错 高也没有高太多 对方还是在给他压力啊 球传给了霍兰 打破将军的机会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这球居然没进啊 他可能本来是想踢一个刁钻一点的球 没为难门将 没想到打在门框上 真是是 王双双 他们再度控球 在他判了犯规 继续带球狂奔 精彦的远射 更精彦的扑球啊 皮尤 李孟文 唐佳丽 双妹子 王双拿球 现在是楼佳慧拿球 王双 球传进来了 现在球权属于对手 楼佳慧 传中道进去找机会 干得好啊 化解了危机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看台上一片高呼 希望他直接射门 精彩的扑球 摩根 艾米里索内特 打平的情况下 首先不要犯错 然后再尝试寻找机会 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这回啊 是个短的 北极 绍尔布伦 这次封堵啊 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 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这种偏太多的球啊 这守门员根本不用做任何动作 守门员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是 顶着对面的比抢 在后场处理球 临赛霍兰 强谈成功 双方交换球权 张瑞 莫根 临赛霍兰 皮尤 临赛霍兰 华展成功 球被防止断下 张瑞 李孟文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刚才这个抢断十分关键 采判吹了犯规 给了个任意球 哎 裁判只是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 裁判显然已经没有耐心了 再来一次的话 肯定就会套牌了 没错 文将立功了 将对方开出的任意球 没收了 第四官员 举牌失忆啊 不失一分钟 莫根 场上一声哨响 上场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场上比分暂时还是平局 这就是最好的滑铲示范啊 这就是最好的滑铲示范啊 对方前锋的前场反抢啊 非常凶猛 他其实可以把球交给附近的队友了 他凭借嫌熟的脚下技术持续朝前推进 观众都在喊可以打门了 单刀球面对门将打偏了 我感觉他过于注重于发力了 临赛霍兰 苏立文 摩根 来 球在线内 没有出界 该取得领先了吧 门将轻松化解了这次破门 看他们今天的发挥 似乎缺少了那种舍我其谁的狠劲 真正的强队自身必须要有过硬的素质 摩根 卡里奥哈拉 这球能进吗 这次解围及时破坏了对手 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说非常关键了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尽管是平局 但是进攻中啊 他们并没有急躁 不容错过啊 他们先进球了 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进球 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样的TikTok啊 给人一种是完全的享受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球在拼抢中滚出了边线 能不能利用好这个脚球的机会呢 传向了身边的队友 应该能打进吧 门将专注力很高啊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做出人员的调整 小球开向了进区 球在几乎要跨过门线的时候啊 被解围了 他挽救了整个球队啊 的确你要看啊 球迷都要绝望了 但这个时候 就是他站出来了 是 好球 非常好的机会 漂亮 再进一个 把分差扩大到了两个球 这次是一脚挑船 跃过了对方的防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晚击没打成 球权被对手拿到 到前场了 有没有机会呢 位置非常好 他没有把握好 这次绝佳的单刀机会 球队依然是落后两球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啊 越来越渺茫了 如果连这么好的机会 都把握不住 哎 何谈扳平啊 是啊 他这边的空间非常充足 但是防守方啊 应对的很好 抢到了球 防线被突破了 对方的高位逼强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板归了 裁判判罚了一个任意球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很强啊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 门将这一下啊 值得一个田田圈 直接把球罚到了进区里 球打中恒来 然后又弹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危机解除了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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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通过大范围转移来撕开防线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刚刚才说这次进攻很有希望 没想到就被对手断走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球迷都在大喊 打门啊 精彩的进球 比赛尾胜三球领线 可以说他们已经稳了 回方来了 看看他的跑位 多么的机敏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然后把球送进球门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全场比赛结束